鄉親大家平安 今天是新月的九月二九 今年八月十三 禮拜二 新聞的頭一條很害羞的外面 這個公車的生機 手機 由車後門 下腳的門旁 遞處於大樓上 因為剛好是紅頂 這個生機 竟然就直接把手 存出的車 還要來救手機 後面騎機車的技術 看一個還要怕是 如果是剛好有人塞車 也就是騎車經過到過 強行這支手就毀掉了 提醒大家 這個頭和手存出的車外 雖然是不必來發款 但是如果這樣 害人來出疫苗 也是要付民宿的背上 這個人家 第一 你有可能會怕死 第二 你的手有可能會開啟 應該會通知手機跟你協助 覺得很驚悚 但是仔細想想 覺得是很危險的動作 就很離譜 但應該通知司機停車下來 讓他撿一下就好啦 對啊 對啊 自己手伸出來 等一下被我們車子撞到 別人說後面塞車 搶走這支手的回去 事情發生在讓他們 南路上 讓他們干涉 七六四號公車 但是當時好像在等紅頂 人家這裡會危險自己 搶手機 搶手機 不過就造成後面 車都緊張 發生車好 這樣也有民宿的競爭